两位候选人好 我是台湾防暴联盟理事长张景丽 台湾防暴联盟是针对防止家庭暴力 性侵害和性骚扰的政策倡议的团体联盟 我们了解助长这些性别暴力事件的深层原因 是因为性别歧视以及缺乏富佑人权关怀所引起 连胜文先生 您在富佑政策上开出了许多有利的支票 您预计要花费多久的时间才能完成 除此之外 未来您如何将性别平等的价值与内涵 融入所有的市政业务中 以提升并且确保妇女的平等尊严与安全 柯文哲先生 您的发言及著作多次引起性别歧视的争议 像是妇产科洞洞说 柜台小姐说 以及在一个职业里女性数量在上升 就代表这个行业在没落 这种观点强烈贬义女性 且与事实不符 我们认为您的发言对女性是严重的污蔑与歧视 也是一种侵害女性的言语暴力 请问您这种经常出现的歧视性言语 以及轻蔑且不尊重女性的说话态度 要如何解释呢 在无法以身作则的情况下 未来您将如何推动性别平等的业务呢 谢谢 好 我们先请李延盛文先生回答 时间三分钟 我想我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做一个法务助理 我的长官就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女性律师 对我的教导 对我的各种鼓励 即便她现在人影不在这个世界上 我还是非常的怀念她 那么也非常感谢 我想我后来在我的职场上 也认识了非常多杰出优秀的女性 工作表现也非常的认真 所以对我来讲 性别从来也不是一个问题 道德跟能力才是真正的问题 所以因此呢 未来我若是担任台北市的市长 我一定会严格落实有关性别平等这样的理念 不管是在法律方面 还是在我们平常工作职场方面 也就是说如果我的局处首长 有任何人要是口出这种对于女性的歧视 或者是有做这方面的这个行为的话 我一定请她立刻离开 因为这跟我的理念完全不符合 我没有办法接受 那么当然我想更重要的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消除 在职场上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对女性的这种歧视 我想性别歧视 这个绝对是在家庭暴力 以及在这个职场上不平等待遇的根源 那我们除了透过 我们包括我们刚刚所提过的劳动检查 各种有没有违反劳工权益 同时我们也是加强宣导 那我们也希望 能够在这个帮助很多弱势的妇女 我们刚刚提过 包括受暴的妇女 包括很多新住民或是原住民的妇女 我们希望不管是在未来 如果比如说受暴妇女 我们可以将一些 我们部分的这个公营住宅 社会住宅 能够提供她们作为中途之家 来给她们一个重新进入社会 开始人生的机会 然后随便帮她们谋合一个工作 那么当然对新住民的妇女 或是对于这个原住民的 都市原住民一些妇女 弱势的 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她们 进入职场 不管是透过我们媒合工作 或是透过我们对这个企业的鼓励 我们希望多聘用这样的这个 我们弱势的族群 那么当然我想其他来讲 包括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 对于这个幼儿入学的补助 从五岁降到四岁 那么我们希望能够减轻很多青年家庭 特别是妇女的负担 那我们也希望提供妇女 很多这种医疗保健方面的服务 包括如果国中学生 国中女学生在家长同意 我们资讯充分接受的情况下 我们希望能够全额补助 她们施打子宫颈癌疫苗 因为我们认为预防重于治疗 那么当然我想还有包括其他的 我们也希望能够提升 我们很多女性在职场上 包括专业技能的培训 那么尤其是欢迎我们很多家庭的妇女 可以重新投入职场 我们认为这也是对台北市人力资源来讲 一个非常好的利用 谢谢 接下来请柯文哲先生回答 时间同样三分钟 面对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事实上我们如果有缺点 也不用去掩饰 也不用去找借口 我倒觉得对我来讲 遇到一个自己的缺陷 一个缺点的话 我们去找老师 好好的学习 虚心改进 事实上我认为 如果我是在这种两性议题 被盯得这么凶 我相信我将来会是 最注重两性平权的市长 不是这样 我也自己反省过 其实医界 特别在外科 还是男生居多数 特别我们在加护病房跟急诊 常常太注重生命的抢救 有时候我们在装完夜科模之后 我还问说 刚才那个装的是男来女的 所以表示说 我们过去的职业生涯当中 对这种性别的确 也不够敏感 甚至有时候我们对器官 对这种排泄物都 对医生来讲 觉得虚为常 不过摆在一个大众的社会 这的确是不恰当 所以我倒觉得这样 如果这社会需要我们改 我们就改 那我们也不用去 去掩饰说 我们讲一大堆理由 不过我倒觉得是这样 在这个选战当中 有太多这种断章取义 甚至说无限上纲 我倒觉得这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文化 事实上作为一个医师 你知道 也就是一定的社会资历 在讲话不至于太离谱 所以有时候常常就是变得一句 切下来 然后就整个无限上纲 过度的引用 回到台北市的这种妇女问题 如何保障妇女的权益 我倒觉得是这样 我刚才已经讲过 市长 这有一个市长是直属的 性别平等办公室 我也知道 在我们这个国家 常常不是没有法令 而是执行不彻底 但是 关于这种两性的训练 我倒觉得 校园平等教育 的确要在小学 国中阶段就应该好好的教好 因为有些东西 如果小时候就给他教好的话 以后也比较不容易偏差 另外 在制度面上 包括空间的改建 像我们在台大医院的时候 如果要送 要盖一个东西的话 一定要送三个委员会 女性委员会 感染跟安全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制度 所以将来在台北市的 公共空间的建设 甚至公共政策 都会把这个妇女 特别一个章节设进去 事实上我们在 我也保证 如果我们将来在选 台北市的这种局处长的话 如果能力相等 女性优先 但是我们也没有说 一定说什么 这局处所长 要十二分之一或 试一试女性 也不用到这样 另外 我们还是要努力地 想办法减少 妇女在这个社会的负担 因此在 托婴 托幼 安亲班 甚至这个淫法族的照顾 都要好好的 把这种社会福利做好 来减轻妇女在这个社会负担 至于 我是不是一个 会歧视女性的人 你只要看我跟我太太 相处的样子 就知道 绝对不可能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